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CShop面向对象编程系列课程 今天我们要讲的知识点是接口 那么首先大家需要知道什么是接口 接口是什么 接口就是指定一组函数成员 而不实现他们的一种引用类型 那么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这么几个关键字 首先是一组 那么首先怎么样声明一个接口 interface 这是一个关键字 那就是表明interface后面接一个接口的名称 这个接口我们一般我们会用i开头 i就是interface的 这个大写的i 这里我们是catch mice 抓住一只老鼠 那么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就叫这个意思 那么它的名称就是i catch mice 那么这个接口定义了一组函数成员 我们这里简单其简直定义了一个 你也可以定义好多个 对吧 我们这里只定义了一个catch mice 那么也可以一个都不定义是吧 但是没有意义啊 至少要定义一个是吧 catch mice 而且定义这个一组成员的时候 注意所有的成员都是默认的public 它是默认的public 但你不能加任何访问修师 比如说我这里加个public 不行 它是就是默认的public 但是你不能加public 但它确实就是public 是吧 听起来有点绕 不实现它们啊 不能实现它们 那么听起来比抽象类还抽象是吧 抽象类我至少还能有点普通的函数 普通函数里面 我当然就可以有函数体 函数体嘛 有函数体就可以做点什么事情 至少有个数据啊 有些数据 那么抽象类嘛 我至少还能让它可以看得见摸得着 但是接口好像是指纹其声不见其人 是吧 来无隐去无踪的感觉 有点比抽象类还抽象的意思 最后呢 它是一种引用类型 它不是一种直类型 它是一种引用类型 好 那么我们知道了接口 大概是什么 interface声明 是吧 定义一组函数 并且默认public 然后不实现它 那么在引用类型 是吧 那么接口是用来干嘛的呢 你说接口本身 它不实现它定义的一组函数 那么它用来干嘛呢 它用来被别人实现 那么就像抽象函数 它自己不能定义实例 那么它用来干嘛呢 用来被它的继承类啊 用它的子类啊 继承它的类 是吧 来帮它实现 是吧 那么接口也是 它自身不实现 那么需要通过实现它的类 具体的类 比如说 是吧 can't I catch mice 是吧 猫可以继承它 那么猫 那么就要实现 这个接口里面的方法 刚才这个接口里面 定义了什么方法呢 那么 定义了 catch mice 抓住老鼠 是吧 那么它就要实现这个类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加public 啊 这个访问修师傅了 啊 接口里面不加 但是 它在实现接口的类当中要加 并且有函数体 这个到底是怎么样catch mice 怎么样抓老鼠的 你要用这个函数来实现 这个语法和继承也非常像 都是类名 后面加个冒号 再加一个接口的名称 其实也非常简单 啊 必须有实现 啊 那么接口 也是一种引用类型 啊 就我们后面最后一个关键词啊 那么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只猫 啊 是 这个猫叫做c 啊 那么定一个 这个 创建一个这样猫的对象 然后呢 因为这个c呢 我们上一张画面看到 它是继承于什么呢 继承于这个iCatch mice接口的 但iCatch mice接口 它是一种引用类型 是吧 它是一种引用类型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c 强制转化成为iCatch mice的 这个类型 因为它即使实现了这个接口 所以说它可以强制转化成 这个接口的类型 这个接口 转化成这个接口的类型呢 那你就只能调用这个接口 所定义的那一组函数里面的 其中一个了 对不对 只能啊 那么如果通过c 对象调用 我们可以调用这个对象 自身有的一些函数 但是如果通过接口调用 那么我们就只能调用 这个接口所规定的那组函数 好 那么这就是个引用类型 那么接口的强大之处在于哪里呢 接口可以实现 实现什么呢 实现多个 一个类可以实现多个接口 比如说 一只猫 我们派生字 寄存 从这个pet 是吧 派生出来 寄存自pet 这是一个鸡类 后面呢 他又实现了两个接口 一个是抓老鼠 一个是爬树 猫 这个实现了两个 继承了宠物类 同时实现了抓老鼠 接口和爬树接口 那么他就并且 要实现这两个接口 要实现这两个接口 就要定义这两个接口 所声明的接口里面的那组方法 好 那么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下 这是鸡类 那么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那么这个 当我一个类 既同时实现了接口 又同时继承于 继承派生子 或者继承于 那个某个类的时候 那么鸡类要写在最前面 接口放在后面 后面的顺序随意 但是第一个必须是它的鸡类 好 我们来举个例子 在代码当中看一下 好 那么假如这是一只猫 是吧 一只猫 我们那只猫去哪 这是猫在这里 我们上面定义两个接口 是吧 定义接口用interface 然后I catch mice 对吧 catch mice 注意不能有public 假如public就错了 比如说这个 wild catch mice 是吧 也不能有实现 我们编译一下看看 诶 它就发生错误了 对吧 不能加这个 是吧 好 这样就没问题了 也不能有实现 有实现也是错的 再定义一个接口 叫 interface I climb tree 爬树 接口 是吧 那么 我们这只猫 因为我们猫 派生字 派生字的这个pet 放在第一尾 然后I catch 同时实现另一个接口 I climb tree 这个时候我们在编译的话 它还是错误的 比如说我们生成 我发现 爆错 这爆错是 不实现接口成员 你既实现了接口 这里实现了接口 这还不叫实现 虽然这个 这个声明当中 这个类声明当中 算实现了 但你必须要实现 接口 那么所声明的 这两个成员 是吧 可以复制一下 好 那么我们在下面实现它 这个时候我们既要声明 声明它为public 又要加上函数题 对吧 public 这个时候我们再编译 它就不会爆错了 因为你已经实现了 接口声明的函数 我们运行 生成一下 好 没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是 用我们的控制胎 来虚拟的实现这个函数 叫做 catch mice 然后 另一个叫做 函数 climb tree 都是module的本领 是吧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它只能 我们cshelf只能 派生子的一个几位 但是我可以实现 多个接口啊 那么这个时候 也可以 就相当于 把这个 我们 这个当前类变得更加强大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 比如说定一个pads 对吧 定一个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这样 定一个i 还是定一个猫吧 定一个猫 然后这个猫叫c 然后new一个猫对象 这个猫的名字叫 tom2 tom2 上面有一个tom2 tom2 然后我们这个c 我们可以把它 我们可以定一个接口 i climb tree 定一个ic climb climb 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把c强制转化一下 把这个 强制转化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 c就可以调用 接口的这个方法 当然我们的 转化过来的 也可以调用 我们这个方法 是吧 那么同时呢 它既实现了两个接口 是吧 我们这是其中一个接口 我们还可以实现抓老鼠 抓老鼠 那么catch 等于catch 这个是个关键字啊 c等于把这个c 在强制转化成这个猫啊 在强制转化成 这个可以抓老鼠的 这个接口 我们叫做catch m 然后要用我们的catch mice 看一下 好 抓老鼠 爬树 抓老鼠 对吧 我们这边也可以是爬树 这边就是爬树 也可以是抓老鼠 这边也可以是抓老鼠 也就是说 我们调用这个 实现这个接口声明的方法以后 我们既可以通过接口 它不是个引用类型吗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 接口的引用类型来访问 来调用这个接口声明的方法 那么也可以呢 通过对象来调用这个方法 都可以 那么接口 比如说爬树 那么除了猫会爬树 可能还有别的宠物会爬树 是吧 抓老鼠 比如说狗也可以抓老鼠 虽然有点多管闲事是吧 但它也可以抓老鼠 那么如果狗 那么实现一个接口 是为某个dog 实现一个接口 那么狗也可以抓老鼠 对吧 那么接口就标示着 那么当前的这个类 它具有接口所声明的 这些行为方法能力 对吧 就是把我们当前的类 变得更加强大 就是这个作用 那么我们可以 比如说我们宠物商店 有很多种宠物 比如说我们想知道 所有会爬树的宠物 那么我们就可以 做一个树组 这个树组它的类型 就是不再是pet 而是I climb tree 然后一堆会爬树的宠物 一堆会抓老鼠的宠物 它们可能是不同的宠物 对吧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 来描述宠物 也是一种方式 那么今天我们的接口 这个知识点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